大家好我是Felix 今天在还没继续看下续机之前呢 请记得去帮我点赞订阅 分享 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我现在最常用来拍摄的 拍摄相机 那就是我的 DJI Pocket 2 OK 一般呢如果大家都想到要找一个 小而巧的相机呢 第一个可能想到的就是我 另外一架相机那就是我的 GoPro GoPro应该是 比较大多数人能想到的就是小型相机啦 GoPro呢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 GoPro其实就是Action Cam 而DJI Pocket 2 最专注的就是 Vlog 专门打的市场就是Vlog DJI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 可能就是它的Drone啊无人机 可是今天呢我就要给大家讲一讲 DJI Pocket 2 吸引我的点以及我的体验分享 词区 噶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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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噶啊 首先呢 我就要讲讲它的机型和外表 机型呢 这个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机型外表 小而巧 方便携带 再加上它有一个外壳 其实不像一个一般的 DSLR 这么大一架 在外面给人那种 就是如果你要去店里面拍那种美食节目啊 或者是美食Vlog啊 就是如果是一架 DSLR 就给店家一个非常大的威胁感 可是如果你用这个 DJI Pocket 呢 就是小架 然后就拿来做Vlog 是非常合适的 然后呢 它上方呢 就是有一个 3-axis 的 Stabilizer 就是三轴云台 然后下面呢 就有一架那个1英寸的触摸屏幕 然后这个就让你更方便的去看 去调节那些相机啦 然后 说到它的那个 Sensor 的话呢 它有6400万像素 然后它的有一个 CMOS Image Sensor 最高可以拍摄到 4K 40fps 的画面 搭配它三轴云台相机呢 就是其实你拍起来呢 就是非常顺滑 非常稳 出来试一下拍一拍那个 它的稳定性 测试一下它的稳定性 所以我会从这里跑上去 一个斜坡 跑上去给你们看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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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一下看一下那个颠簸的程度 我觉得应该是还是可以接受的 刚才提到说呢 就是 它可以拍到 最高可以拍摄到 4K 60fps 的画面 然后它搭配它有 3-axis 的 Gimbal 然后你就可以很容易的稳定住画面 其实你想要拍一些大片的素材 真的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整个相机的那个 Focus Length 呢 就是提升到 20mm 的那个镜头 广角方面也达到了 93 度 当中呢 它还有一个美颜效果 但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需要美颜的话 就只能打开 100... 1080p 我试试一下才可以用 除此之外 这一次 Pocket 2 它还有一个 Active Tracking 的 Mode 就是可以提 你一个人自拍的话 可以提升到一个升级的 Level 只要你轻轻触碰一下 那个屏幕上面 然后框下你想要拍的那个物体 它就自然知道谁是主角 然后它就会Auto Focus 然后Actively Tracking 这样子 好 我现在其实把 Active Tracking 这个 Mode 打开了 你可以看到的是 我已经把我的 DJI 放在这个角落 然后我如果左 右 左 右 它就是会跟着我的 你可以看到那个镜头 左右左右的移动 非常聪明 非常 AI Driven 除了拍 Active Tracking 之外呢 我还有非常喜欢用它来 它的功能就是拍 Motion Lapse 如果大家有跟踪我的 Instagram 或者是 Instagram 或者是 Facebook 的话呢 就知道我很喜欢拍 Time Lapse 我的阳台的 Time Lapse 和 Motion Lapse 这个时候我就把它放在那里 它就自动的会 从左到右这一种的 Motion Lapse 拍摄 我非常喜欢 非常方便 我就不需要再去管它了 DJI 还有一套系统 它的 Show-in 系统叫做 矩阵立体声系统 就是它通过它上面有多个麦克风 进行 Show-in 然后它会 Show-in 过后它就会 自动选择最适合的麦克风 来提供你一个最合适的声音 所以哪怕你在有风的情况下呢 它的这个 那个 巨型 Design 也可以达到你一个非常 好的一个 Show-in 效果 上一代没有的一个小道具 它就是它的 迷你摇杆 它这里就是有一个 Mini Joy-stick 说到其他的一些 一些 accessory的话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这个 Mini Tripod 你把它架上去 很快的你就可以把它拿来拍一些外景 就架在一个地方 就很方便的拍了 然后出门的话呢 你还可以把它收纳进一个随身的保护壳 然后 这个保护壳其实就是 比手机还小 是非常方便携带的 里面呢 如果你还不喜欢 就是你还需要一个更外的 Angle 它里面 存了一个 一个 Wide Angle Lens 在这个时候 你只需要把它 很方便的把它 磁吸上去 它就把它吸上去了 这个就是一个 Wide Angle 可是这一些配件呢 我告诉你的 其实是需要买一个 它的有一个 Create Combo Set 如果你买一个 跟普通的配套呢 它这些东西东东都是没有的 想到这个 Creator Combo Set Creator Combo Set 它多了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他们叫的 全能手柄 英文 它是叫做 Do It All Handle 这个有什么用处呢 除了把它延长这个机身之外呢 让你有一个 Wi-Fi Module 你就可以 如果你想要看 你现在拍的画面呢 你手机上都可以看到 除此之外 它还有了一个就是 功能 就是让你有一个 无线麦克风 就是我现在用的这一个 无线麦克风 这就是我觉得目前为止 最容易用 然后最稳定的一个 麦克风系统 音质非常优秀 非常优秀 我 会向中 DJI Quarket 2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这个无线麦克风 好 现在其实我要测试一下收音 这个是我用 iPhone 拍的一个视频 其实在这里我给你看一下 就是我这里有一个风扇 有一个风扇 应该听到很大声 这个就是我 用 iPhone 拍的那个收音的视频 好 刚刚呢 我用了 iPhone 来测试一下这个收音的功能 让你有一个对比 现在我用的呢 就是 DJI 的无线麦克风 你可以试一下它的那个防风的声音 同样的我也是在 我这个美迪的风扇 Where is my 美迪的风扇 就是下面有一个美迪的风扇 对 美迪的风扇 应该也是有一个呜呜呜的声音 可能 可是它有一个防风罩 所以可能 防风的效果还是会比较好一点的 可以试一下听一听 刚才我说到的呢 都是它的那个吸引人的点 可是体验过后呢 我也是要讲一讲 它有一些 不足的地方 可惜的地方 第一点呢 就是它的夜间拍摄 或者是 你在一些灯光比较不足的地方 它不是最理想的 你拍摄期间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还有一些 噪点就是 noise 比起可能你拿iPhone 11 Pro的话呢 iPhone 11 Pro 可能在夜间方面 是还是比较理想的 然后 第二个槽点呢 就是它的续航能力 续航能力 我觉得是它最大的短板之一啦 就是当你 如果你拍摄4K 460fps的话 这个续航能力真的是 简直会爆跌 基本上 一个小时之内 就可以把你的电用完 可是如果你把它放成 1080p的这个Mode的话 1080p 其实你还是可以用到 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 还是OK的 拍摄 平时拍摄的话 我其实就是用1080p而已 就已经非常够用了 它 可能它也有考虑到这一点 就是它后面有给你多一个USB-C的接口 就是USB-C 如果当你没有电的话 你就把它接去一个powerbank 把那个线插进去 就可以继续拍摄了 如果你还是不喜欢有一个powerbank 接在那边的话 我发现它的official site 其实有在卖一个 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charging case 这个charging case 其实它的concept 有一点像AirPod这样子 就是你把 你当你没有电的时候 你就把它放在那个charging case 它就可以 或者是你没有用的时候 它就会帮你charge 不需要就是找一个power source 来拿来charge 这个东西 总结来说呢 呃 当我体验了大概有三个月吧 我还是非常满意 这个设备的 这个设备 如果你拿来简单的拍摄vlog 我个人觉得 我 不用个人觉得 我已经买了这一家东西 所以如果你想要 找一个不是那么high-end的一个DSLR 我觉得 来当vlog的设备 这个其实非常好用 它可能有一些人会嫌它说 它的屏幕有一点小 可是 屏幕小 方便嘛 就是方便 你如果不方便 就是让它小而巧 屏幕就是要牺牲的其中一个东西 如果你是想要拍vlog 这个东西的话 我会推荐你 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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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钱呢 你自己去看Officacy 自己 自己衡量衡量 可是在当我还没推出这个影片之前呢 我发现到它 又 它的 marketing strategy 非常厉害 非常吸引人 让我 有一点心动想要买第二家 为什么呢 你就去看 叮叮 这一张 这一张 它把它设计成一个白色的 limited edition 这个 limited edition 对女生来说 我会觉得是非常吸引人 因为它有一个 它把它打造成一个 fashion item 像一个小包包 随身带出门的一个概念 白色还是非常吸引的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记得点赞订阅 要记得订阅订阅订阅 然后 期待我下一个星期的视频吧 好 谢谢大家 拜拜